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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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羅凱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關於寫歌的一些想法 雖然這支影片會用歌曲的角度觸發 不過應該也是可以套用在各式各樣的創作上面 首先,我們在寫歌的時候就需要一個主題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招牌,一個Slogan 通常歌名就是最能夠代表這個歌曲的核心架構 那一個好的主題呢,需要有以下的幾種特質 夠吸引人、具獨特性、能夠呼應歌曲 這邊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檢視方式 如果你今天在網路上面看到一首歌 它的歌名是長這樣子的 那你會不會想要點進去聽呢? 當然啦,如果用一些很博人眼球的歌名的話 對於推廣歌曲的點閱率啊什麼的會有幫助 但就跟農場天文是一樣的道理啊 那如果使用不好的話,還是會有些反效果啊 那在定主題這件事情呢 同時也是讓創作者本身更有明確的目標 那,確定好主題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如何述說這個故事了 創作本身啊,其實是不太需要拘泥於某一種形式的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種思考方式啊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關於歌曲的人事實地物 就如同寫作文一樣 歌曲其實也需要一個完整的故事軌跡 很多人問說要如何讓歌曲有畫面感 那首先就是你自己腦中就要有足夠的劇本 首先,人就是這首歌曲 你打算用第一人稱、第三人稱 還是什麼樣的方式來描寫 那在這個故事當中 你所設定的另外一個角色 她的個性如何呢? 以情歌來說,你喜歡的那個女生 她是什麼樣的人? 平常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喜好? 像是我寫的作品當中 笑笑的渣男 我們就設定了 心培 也就是裡面的這個 演示演出的那個男友 她就是一個玩事不公 然後對女生很虛情假意的男子 是 這個算是歌曲當中比較簡單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闡述了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無論你是失戀啊、表白啊 或者是情侶間的甜蜜 又或者是情歌以外的主題 你來描寫這件事情變成一個故事 那特別一提的是 對於事情的細膩程度啊 其實是有很大區別的 例如 你就這樣離開我 這種很口語化的講法呢 就是很廣的、很大的一個描寫方式 看著你的背影漸漸離開 這就是一個描繪事件 同時又可以帶出畫面感的方式 不同的使用方法 可以讓歌曲更有記憶點跟共鳴 時間不只是指一個單純的一個時間點 而是它可以貫穿整個歌曲的時間線 你可以在副歌當下寫分手的情況 然後在接下來的主歌寫你分手之後的情況 那這樣的時間轉換呢 你可以讓聽眾在這個歌曲當中感受到故事的推進 地 地 地點是一個很難正確使用的方式 那如果使用的好的話 絕對是對歌曲有加分 甚至有些歌曲會直接把地點當作主題來使用 像周董的《原油會》這首歌 它就是用原油會當中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情 然後來帶出對女生的喜愛 物 這是歌曲當中最重要 但是也最常被忽略的一個點 例如說很多剛創作的朋友 他很急著想要表達自己的情感 所以在歌曲裡面寫了很多 我想你啊 我愛你啊 等等的 這樣做很容易導致歌曲本身沒有重點 埋沒在一大堆的口水歌當中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避玉法跟介玉法吧 是屁玉還避玉啊 好了 不管 就當它是避玉吧 使用物件來代替原本你想要說的情感 用井來塑造氛圍 這都是非常推薦的一個方式 物品的使用不僅會提高這首歌的質感 也會讓這首歌很有特色跟記憶一點 其實你會發現生活當中有很多的物品 它本身就有一些人類自己的腦補意義在 例如月亮就是思念啊 然後戒指就是約定啊等等的 那你也可以故意用一些比較冷門的物品 像橘子汽水啊 刮鬍刀啊 牛肉麵啊 什麼鬼的 雖然這樣它好像很小眾 可是在無形當中啊 它會讓你的作品很有獨特性跟代表性 人家以後一看到刮鬍刀就想起你的歌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橘子汽水啊 它真的是一首歌 那也是在描寫有關於青春愛情的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創作idea 人事實地物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音樂創作 還有一些歌曲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是羅凱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